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条件条件 它是这样 就是凡事都有个先入为主 就是你不管你这个片头还是什么 你改一次都非常痛苦 你也痛苦 观众也痛 我承认我都在适应中 他需要适应 所以今天这个社会 很多文化现象都需要适应 包括对这个道歉文化 也需要适应 那天跟马先生讲 马先生的这个观点非常明确 就认为花木兰应该 不是花木兰应该道歉 是这个贾玲应该道歉 结果就是道歉了 但是徐老师那意思 就是代表另一方 就是说没必要上纲上线 对吧 你说 我觉得跟这两者 也许都有所 我没看你们上一集 我觉得首先 如果是这个应该道歉的话 好像是应该是写这个剧本的人道歉 不应该是演这个人 就是这个贾玲本人道歉吧 毕竟有一个谁 谁决定把花木兰恶搞 然后谁写的剧本 这是主要的 是我当时谈的就是这个态度 就是说其实我 我没有好像我从头到尾也没说 他得出来道歉 我没有说过这个话 我就说 需要有人承担 是这样说的 但是他道歉了 相当多相当多的人 反对他道歉 觉得这个此风一开啊 这个势必扼杀创作活力 以至于确实呢 你看跟风就涨 这个道士道士出来了 说道士下山这个电影应该道歉 是吧 说我们这个道士偷窥啊 道士什么道士 最后道士跟和尚跪下来 我觉得那个不可类比 然后道教协会又出来说 说我们还是比较宽容的啊 这不代表我们道协的态度等等 我觉得两个不太好类比 那个道士不是一个民族 整个经典的一个形象 花木兰是一个长期创作出来的 经典的形象 再说他本身已经就是 有这么一个女英型的形象 已经是受格仅存了 就是说他实际上据说这个成 就是花命丸这形象 是综合了很多历史上被淹没的 女英雄的形象合成的 比如说他虽然木兰辞职在北朝 可是实际上很多故事都是根据 唐朝的这个叫李三娘 就是李世民的姐姐 实际上当时是领兵七万 然后威震四方对打下长安是首第一功劳 结果最后因为她是一个女性 所以前唐使后唐使什么 这个叫什么资质同传都只有一点 连她的名字都没留下 当然李世民本人 他又逼父又杀兄弟什么 他就是一个阴谋家 当然顺便把这个女英雄 她姐姐的功劳也给归她自己名下了 这就不说 就说这种这么一个女英雄最后被加工到木兰 她是一个比较少见的这么一个正面的女英雄的形象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恶搞她的时候就要小心 那么谁来决定要把这个形象完全各搞成一个 完全反面偷懒的什么什么什么肥胖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出来至少澄清一下 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动机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正面的经典已经在大肆被拍 我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花木兰的正面的形象 美国人拍了 只有美国人拍 你自己都没拍 你第一个就这么下三路的走 他现在我看到 就有点问题 因为这个播出以后 我看到有些反应 反应有些人会纠缠 就说花木兰是不是确有其人 这个事是不是真实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 我们说的是花木兰的这个精神 因为他宋代就有文献 这个文献可不是近代人编的 可不是咱们口口相传的 不是宋代有确切文献 宋人写的 那距离花木兰 那距离我们就有一千年以上了 这些是一个 不如木兰词更早 木兰词当然更早 我就说宋代都有很确切的文献 木兰词北朝就出来了 就已经落成文字了 所以他这一块 就是对今天的人来说 它是一个精神象征 我们没必要全去强调 这人是哪个民族的 这人当时抗击的谁 这人是不是确有其事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说的是 我们民族就是刚才 扎老师说 这个象征性的这个东西 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去强调它的客观 我们强调主观 主观我们精神上是一个 就你说的硕国仅存的 您再把这拿下来糟蹋 那我们民族可糟蹋的东西 就给糟蹋满了 我觉得就在哪个文化里边 都有一个界限的问题 比如说一些经典的情况 比如说你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导演 我们知道 Scorsese 是吧 我不知道怎么 他就拍过很多 他拍过一个叫做 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就是基督的最后的诱惑吧 应该这么说 你说的 梅尔吉普森 是不是 不是 Male Gibson 就是他 Male Gibson 是一个演员 明星 我说的导演是 Scorsese 拍那个出车司机 拍很多经典片 马丁是 史高西斯 对 他的片子 当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 基督教的人的抗议 说你这个片子 写了基督 耶稣基督 在其中有性幻想 和他的女信徒之一 就是最后他 钉在十字架上 有三个女信徒 最主要的那个叫Mary 就是玛丽和他有最后 有性的幻想 就是他们俩结婚了 而且有性 这是亵渎 这是你是一个 经典的 不能再经典的形象了 你这么处理 很多基督 甚至引起了暴力 他这个片子 在巴黎演的时候 这些基督 扔炸弹呀 把那个剧院都弄塌了 把他伤了好多人呢 可是没有禁止 没有道歉 因为他说 我出来解释 我是根据 是一个文学在创作 他根据很多的 比如说原来的故事里面 确实这个基督 和这个玛丽 是有一些 不是很清楚的关系 有的文件说 他们俩是结婚了的 有些说不是 是只不过 他是最忠实的信徒 他救了他 他曾经什么 是一个封臣女子 救了他 所以他最忠实的信徒 那么这是一个 在创作上的 一个模糊题材 把他加工的问题 我跟你说 你们俩讲的 我觉得都是上得了台面的 我跟你讲点 上不了台面的 我就说这道歉 比如说作为一个 讲笑话的 表演为生的人 或者作为一个 文艺工作者 你知道 其实我现在想想 他有个艺人的 自保和生存 说实在的 很多时候 他进行创作的时候 想象力的天空 是无限的 但是就跟我做节目 也是像 什么段子能讲 什么段子不能讲 真讲出来的时候 你就得掂量 你就得掂量 掂量社会各个方面的反应 要叫我说 我有一个特别庸俗的 我就认为很多艺人 其实骨子里 没有什么真正的信念 他也不是知识分子 对于他来说 怎么自保 我跟你说 你要琢磨的事 要叫我很庸俗的看法 就是什么 你谁能惹得起 谁你惹不起 你比方说 很显然 当时即便他们编小品的 我敢说 你让他编个岳飞 他可能未必敢编 因为他衡量了一下 他就是花木兰 好像得罪得起 岳飞 这感觉得罪不起 你再比如说 我就跟你说 这个社会有多元化的社会 各种力量 你比如说 你记得那个时候 美国有个电视台 说了个华人什么 好 华人就闹事 开始可能是100个华人反对 这时候 你看那美国主持人 不道歉 电视台不道歉 最后华人串联 形成了一个游行 游行 很大的运动的时候 这家你真惹不起了 好 就道歉 所以我就是我很庸俗的讲一个自保 其实就包括陈寨哥这个电影 道士下山 你知道我联想是什么 好 甭管是道协还是怎么 你干嘛 大家都认为 你们这都下掰 太不宽容了 人家道士下山 跟你们这道士 形象什么关系 好 说的非常对 但是我不信有一个联想 假如说不是道士下山 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宗教人士 你惹得起 带起了道士 你觉得不会 从开头 你陈寨哥敢拍这个吗 他不会拍 到后来这道歉 比如说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 要求你道歉 他不用 他都不用伊斯兰协会来要求他道歉 他自个儿就要求他自个儿 他就要道歉了 明片着 看着你看这法国那查理实践 就是很明显 对啊 他还说以言论自由的方式 我们就不道歉 我们就可以搞笑莫海摩德 可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血腥事件啊 血腥事件以后 你还不道歉 那么这就是文化冲突 正面冲突了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 911之后 一个很著名的喜剧演员 他在 我很喜欢他的show 他正好 那个时候他的 这个喜剧 就跟那个脱口show一样 叫Bill Maher 他就叫政治不正确 这个show的名字叫政治 所以他就在几天之内 他就说了一个什么词呢 实际上是几个人 在讨论911的时候 他同意了 其中一个嘉宾的意见 他说我们不能叫这些 撞飞机的 撞世贸大楼的人 是懦夫 因为当时小布什说 你们这些懦夫 他说他们至少同归于尽 他们不是懦夫 把自己撞成招儿的人 是有信仰的 不是懦夫 那隔着几千里之外 无人机 我们美国去轰炸 那才是懦夫呢 轰然大怒 那么全 那你在一个最 这个整个美国人心里 在最受创伤的时候 你说的这样话 马上这个台就把这个停了 停演了 因为他是在ABC 一个主流台上 这个Bill Maher是很牛的 他一直就是不信反宗教 他是一无神论者 他没道歉 可是这把他给停了 过了一年之后 他只好把他又重新在一个 叫HBO 这是一个 就是他是分级的呀 是一个夜间 就是说你必须得付款 才能看的 你就是说你可以到一个 不是主流的台去 他又开了一个手 又很好 一直这么多年都很好 那么锁里边这个触 触及到的 有不同层次的问题 一个是就是 你衣食父母 最大量的观众 你得罪了 你怎么办 一般来说 这个主办方 制片方 或者是甚至是政府 你都要出来说 停吧 道歉吧 对吧 然后另一个就是说 你要分级 如果这个事情 触及到了 某一个特定人群的 让他们感觉很不舒服了 那你就要分级 就像电影 我们电影 你一个成人片 你能够在一个老少嫌疑的 大众都看 你让三岁小孩看 不行吧 你得到一个分级 比如你干脆分到 儿童不移 你到那个小电影院去演 或者只取成人的 那就可以了 你可以放开说呀 咱们就太粗糙了 这种讨论 我觉得 我们这个分级主要是 我们很多是按 它不是按政治接受 是按生活接受 你比如你成人看点 跟姓沾边的电影 那没什么 但是小孩确实不能看 这分级大致是限制 包括暴力 都是这个 我们现在是一个文化问题 本身中国人没有道歉文化 所以一般人都不是从真心 这个道歉 我可以很负责任说 中国人在公开场合道歉 都是形式 并不是他内心道歉 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没有道歉的文化 我们小时候去道歉 都是被家长拧着耳朵去 去都得说 我是不对 但你也不好 一个巴掌拍不下 就是都是还是叫嚣的 马兄 我特别同意你这道歉 不是我文化 而且我们的道歉 都是弱者道歉 你想吧 权威 比如爸爸做了错事 是不道歉的 我就是知道心里错了 我不能丢我这个面子 要不然我以后就没威了 但是儿子 你要不断的道歉 你知道吗 那我就是弱者 我今天道歉 我就是孙子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反正这两天啊 网上就讲道歉这个事 我觉得我两方面都有点担忧 就是说一方面 现在很多言论就认为 比如说这些道士 这么以个人名义 让什么道士下山道歉 弄得太过分 对吧 甚至有些人就是说了 开起玩笑了 什么中国道歉协会 说不给他道歉 不能动不动就道歉 我就觉得呢 这一方面来说 我就觉得咱们中国啊 这个很多说话呀 已经变得越来越严肃了 很多时候 我想我们讲话 就是一些幽默的空间呢 时机在减少 这我也挺担心 就是说我觉得不用太苛刻 对吧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就是说现在让人都别道歉呢 我也有点怕 我就觉得咱本来就不是个特别爱道歉的文化 你其实要叫 我就挺爱道歉的 为什么 你比如说 我就觉得就是说 你街上咱走路 帮着撞一下 不管是你撞了我 还是我撞了你 随口就是对不起 对吧 我觉得这挺好 就包括你比如说 我要做一个主持人 你说实在的 我觉得我是个服务业 某种意义上讲 一个观众对我不满 让我道歉 我可以给你道歉 对不对 就是道歉并不意味着咱们没有争议 对 而是说 我如果让您不舒适了 对 礼貌上 我也是很真心的向您表示 你是用他来平止这个纷争 就是我们把这纷争就就此为止 我道歉了 你就不用再说 他为什么这次贾玲道歉以后反弹很大 就是大量的人支持他 希望他不道歉 是因为所有人都明确 都明白无误的感受到 他道歉的态度不是发自内心的 是被剖鞋的 是在某一种压力下出来的道歉 这个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对不对 他道歉词和道歉的这个态度 大家都 网友不是傻子 他一看 就是他被迫生计 对不对 这就是你说的吗 我说的 你说的是被迫生计 就是这意思 就是我为了未来的生存 我这块必须道歉 如果不道歉 他可能就会 就出现了问题 就很可怕 就究竟出现什么问题 他不知道 但是他觉得这事只能利用这个事来平息 所以他出来道歉 这样的话呢 网友们都感受到说这个出来道歉 首先我认为有一点不公平 就是我一开始就说 对 不能让他一个人承担这个事 对 他只是一个表象 他是一个演员 这个事要通过多个关卡 才能出来跟公众 我发现你跟很多网友一个关键的不同是 他们根本就认为这事不必要道歉 这是个价值观上的分析 对 就搞笑一下怎么办 你认为民族英雄传说是不能够 好 我们又退回到那天说过的话 我们有些世界公认的标准 网友能不能接受 或者观众能不能接受 第一 不能拿残疾人开玩笑 这能不能接受 这绝对能接受 能接受吧 第二 不能拿有色人种开玩笑 这能不能接受 美国人都接受 不是 那问题是你比如说你拿美国总统随便开玩笑 但你绝不能拿他的肤色开玩笑 对 你试一试 你拿他肤色开玩笑 肯定是不可以的 那就证明什么呢 凡事是有界限的 美国人 不是说花木兰不能开玩笑 比如我认为 这个花木兰继续 我希望他们将来假年继续拍一个很好的花木兰的东西 笑料百出 依然是木兰从军 因为他本身具备了笑料 一个女子上战场跟男人混在一起 但笑料倍出 问题是你不能丑化这个事 是在英雄道路上的一些笑料 比如说我怎么在战争期间我怎么要上厕所 对不对 这叫笑料一定要会出来 你可以让他笑料变得高级 那边有的人就抬杠了 六小灵童都出来了 就是说 有的人抬杠说西游记 西游记有没有恶搞玄奘 大师 有没有恶搞这个孙悟空 但是对这个我有一个理解 就是西游记已经是经典 所以你就发现这个里边 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很多人就是说 那你怎么不让吴承恩道歉 对 可是不是 他比如贾玲 这个你是一个新的东西 对 而那个西游记呢 它已经成为这个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了 对吧 就开始说的意思 首先他这个花木兰 我们还没有一个正面的经典 流传甚广 然后你再出一个幽默版 大家感觉就会不一样 第二就是说 这个道歉的人 是不是是他做的事 这我又是一个问题 是不是应该贾玲道歉 还是制作方道歉 第三就是说 你把这么一个戏剧 就是他 本来就是一个这么一个矮矮的 比较丰满的 这么一个女演员的形象 出现 你把他这种搞笑的路子 彻底堵死了 那公平不公 所以我觉得他考虑到自己 我注意到他还有一个 就是之前他在央视时候 扮演一个女汉子 叫什么女汉子与女神 这时候呢 他就就是也受到了非议 人家觉得啊 你骑士妇女 你让这些矮胖妇女都 你都污蔑他们 他就很委屈 他说 其实我具体的 我那个里边是一个幽默的 矮胖的 他说我是歌词里边 他唱的好像就是说 我这个这个没心没肺 就一大堆男男朋友 争着跟我掰手腕 我很阳光啊 他说这这这点幽默 你们都接受不了吗 要这样的话 那我这么一个外形的演员 我以后没法演了 哎 我觉得这很对啊 可是比如说他在 又演了一个什么 我没看过啊 圣女 再据说也是春晚 这个时候又会有人觉得 你你又污蔑 污蔑女性了 对吧 可是那你就要具体看那件事 因为圣女本身是一个 歧视性非常强的一个词 而且这个角色 我相信是不是他写的脚本 他是为了生活 比如他就只能演这种圣女的形象 那么你你把这些全 全部混成一锅 就是你啊 你在这欺负你 我觉得就变成了一个 非常混乱的一种 攻击 一种道德攻击了 你要在这当中 你要变清楚 哪个是幽默 然后还要像马兄刚才说的 就是说你这个幽默的对象 是一个弱势的呢 应该他是比较敏感的呢 我就给你打听打听 你比如说 强势的 美国那些个脱口秀 不都搞笑吗 他们有讲黄 甚至有讲黄段子的 但是他们有没有拿 他们美国历史上的这个英雄 当然有 有 来调侃 对 就刚才我说的 Scorsese是一个例子 对吧 还有说一个特别类似的 因为这个 这个贾玲的形象 真让我想起来一个 美国的一个脱口秀的 韩逸一个女演员 她就叫 Margaret Cho 这个人 就是她就很 很有意思 就是说她曾经 最开始在舞台 做脱口秀的时候 很成功 大家觉得太幽默了 因为很少有这么一个 亚裔的 胖胖的 矮矮的女敢这么大胆的 搞笑什么呢 她搞笑各种人 包括她自己 她的含义的这种 说着她妈妈 她老说她妈妈那种 英语发不出音音 她就学她 这种 她自己这种胖胖的 什么的 这种形象 她也搞笑 大家觉得 哇 真牛啊 她真敢这样 可是后来 等她到了一个主流的 一个电视剧的时候 办这形象 马上 这就不一样了 很多亚裔的出来 你贬低我们 就把我们含义的人 都弄成这样 然后又有这个主流的电视台 又觉得她这个脸太大了 让她减肥 她又得到这压力 结果她就 结实一搓时 因为她本来是 发胖的那种体型 结果就弄的 弄的就是有那个 叫什么 叫什么 瘦食症 焦虑症 又开始吸毒 又喝酒 最后就搞得很不好 你知道 然后结果从这主流的秀 最后一 几场也就 也就下来了 所以就说 就是在美国这样的地方 你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要求和压力 对吧 不是 贾灵这事给我们一个提示是什么呢 是丑 咱们去一下广告 马先生再讲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马先生您说 我的意思是说呢 就是他在丑话和搞笑 或者调侃之间 他是有界限的 但这个界限画不清楚 不是每个人上来 你画条界限 什么叫恶搞 恶搞 现在这个词本身就很模糊 恶搞很多人是可以接受的 看你恶搞什么 那么从经典的这个角度上讲 你丑话和搞笑 比如我们拿木兰从今这个事 在某个节目里用话 调侃搞笑 我不认为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女主角 是完全把它丑化了 那这个在文化 在文化经典的传输当中 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 他这次引起轩然大波 就是起码是两拨人吧 一拨挺的 一拨反的 这两拨人之间尖锐的冲突 我觉得关键点在这 而不是说出来用这个事情 比如搞搞笑 就是我出来参军去 我跟爹说了 我要去当兵 当兵的时候突然穿上衣服 爹说您这衣服还是不成 为什么不成 因为您这是女衣服 是不是还得换成男的 换男的时候 男女有别 有些东西不习惯 比如你上厕所 你第一个事是解腰带 咱是先拉链 就是他动作都不一样 从这些细节部分 你怎么搞都没有问题 但是他主体形象 你不能完全的 矮话都领说 就丑话 丑话呢 你会伤害一个民族的自尊心 我觉得最大问题出在这 对 而且我让我感叹的是 我觉得我们这民族老是 找不着正好那个点 他就是说这个钟表吧 要不然太高 要不然太低 比如说 我忘了是哪 看一句话就是说 我们刚从一个崇高的 就是一切都是神圣的 一般正经的 那种文化走出来以后呢 有一种需求 就是说要轻松 要嘲笑一些太正统 太那个就是装模作样的东西 可是我们迅速的 就从那继续往下滑 你知道就说 我从嘲笑崇高走出来 然后很快我就变成 我热爱卑鄙 我热爱下流 就这个过渡 简直就是说 在你眼前就在十年之内 我们或三十年之内吧 就已经从这个极端 滑到这个 我们就找不到那正好 就是说 我是有幽默感的 但是我是文明的 我是有这个美和丑 就是过度美化和过度丑化的 这个分别 我是明白的 我是一个得体的 我是一个有教养的 幽默的文明人 这种文化 为什么我们就 老找到点 慢慢会找到点 我们这不是现在都在找点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 因为很多人会跑偏嘛 我们现在是 是试图 把它都拉在一个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这条线上 那就需要一个 全民族的修炼 对 因为今天你 你进到电影院 你才知道 我们跟这个社会 有很大差距 换句话说 他们就是这些 年轻人进到电影院 看一些我们 比如喜欢看的东西 他也觉得跟这个社会 格格不入 所以今天这个社会的 分化非常严重 所以就会导致 老一代人迅速被淘汰 对 对不对 很明确 你看老的拍电影 现在都不行 都得新上来 像大部分都处女座 先报了 因为观众 其实是青年 其实现在 你比如围绕着 这个道歉 这个事啊 我就感觉到啊 就今天的这个社会 是如此的缺乏共识 对 这种如此缺乏共识 以至于到 就是说 我过去 比如说作为我自己的 道德观或价值观 我看见一个事 我有个判断 但是这次看见两边的 我都难 你都不知道哪边对 我都对 但我有一点感觉 我觉得能够出来道歉 算社会一个进步 这是肯定的 如果你死扛着 就两败俱伤 你出来 这个事就缓和了 不管这个态度 真诚不真诚 形式是可以决定一切的 对不对 而且也允许说 停贾龄 支持不到钱 这种生意也可以公开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就是两种生意 你讲的特别好 我现在想起一个什么 好像 比如我观察 有时候就像你说的 美国拍一个电影 也很有这个争议 到最后甚至是上诉法庭 但是你发现没有 它有一个基本面 它这个基本面是 法治和言论自由 对 你看很多时候 有些那个黄色画报 甚至于讽刺圣母 讽刺耶稣 对吧 你看这个为什么到最后 美国那个最高法院 那个法官引用宪法 第几什么修正案 就是说不能判 不能取缔它 为什么 就是它确实非常不合适 对吧 但是按照我们的 这个宪法第几修正案 出版自由等等 这个你就得让它存在 对 对吧 它还有这么一个底线 最后是应该诉诸法庭 如果这事真触及 而不是政府或者是就是观众 如果说啊 就就就比如说像剽窃作品 这件事 最后打到法庭 我们不是说过吗 比如像郭敬明 这种事情 你告到法庭去 法庭有一个 比如说有一个名誉权 或者是我不知道这叫什么 libo 就是说我的作品 我有 我有名誉权 别人剽窃了我 两边来说明自己 我为什么说你剽窃 你为什么说不要 最后法官下定论 剽窃了 你就要道歉 你就要赔偿 对吧 如果决定不是那另一方 道歉 是 他有这么一个中立的一个权威的 把这个当作用法律的准绳 来衡量的地方 但是西方社会的所有的宽容 那个法律框架非常清晰 比如你今天说我出版自由 但我出版了一本恐怖主义的书 你看你自由不自由 一点都不自由 对不对 你言论也不自由 你在电视里不可以公开讲 我怎么能变成一个恐怖分子 但是那个如果是有法可依的 那是对的 法治原则 是啊 法治原则 他换 他比如他换一个 我不说我恐怖 没有人说我恐怖 我要变成一个战士 我要上战场 那肯定也不行 在德国就说纳粹立法 你宣扬纳粹原论是不行的 可是在美国 你纳粹出来 没有法律依据说你不行 你就行 这最后最终的 健康新概念 因为文艺创作这个东西 是太难有客观的标准了 那你像法国那个《查理周刊》